好今天啊我这个培训完了之后 我突然想到了几个点啊 把这个呃培训当中一个比较好的理念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那么在这里主要是讲一下 这个今天我学到了一点 就是这个kpi到底是在讲什么啊 那么之前我也给大家讲过 但是我觉得这个flow chart能给大家一个更好的认识啊 那么还是从三大报表的分析开始啊 那么上过我们这个分析财报的这个课程的同学啊 都知道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什么呢 呃就是这个kkii对吧 也就是return investment 那么在整个pnl当中呢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revenue gain expense对吧 那么在整个的asset当中啊 我们这里我们先简化 我们不去谈这个liability的话 那么在整个投资性的资产当中 invested capital 当中我们关注是working capital 跟net non-current asset啊 我上过我财报分析的课程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我们其实如果来衡量一个公司的话 我们通常来讲我们衡量叫return on investment 那么这个return on investment是指invested capital 那么那么这个范畴之内做的事 我们说基本上都是在什么都是在FA的这个岗位之内啊 那么也就是说三大报表里面本身的信息 我们叫key result indicator啊 那么这是我们说FA岗位 为什么是在这个年薪上啊 那么我们上升到管理会计呢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revenue啊 我们看一下revenue 好 那么在revenue当中 我们在管理会计的眼中就慢慢的开始进入到什么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那么什么是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也就是说他一定这个数据一定是多维度的数据啊 而且呢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关注的是什么 是future啊 是未来啊 而financial content的是history啊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是looking you know for the future 那么revenue side 我们如果站在一个管理会计角度上讲的话 那么我们的kpi 我们更关注的是 比如说number of customer 那么那么这是revenue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 还有每一个customer的profitability啊 你比如说每一个customer profitability 他是拿什么total的什么 profitability啊 就是那个net profit除以number of customer啊 你得到了那个每个客户的盈利能力 还有每一个产品的角度上来看 每个产品的profitability啊 那么还有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信息来产生定价啊 那么在revenue方面无非就是什么volume啊 跟rate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么同时呢 从不同的维度去看 那么两个不同维度之间交叉的计算形成了我们的kpr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一个pens啊 一个pens就是说你不能单纯看这个 那么在financial眼里啊 在financial content的眼里啊 你比如repair maintenance 这个dollar value是多少啊 那么但是在management content的眼里 一定是什么labor cost per unit 他一定是两个维度数据的计算的结果啊 还有material delivery啊 你比如说去送货的这个这个deliver的时间 还有那么电力的消耗per unit啊 还有production cost of total之类的 那么他一定是通过两个维度数据的计算来产生的kpr 那么在working capital当中 我们就不用说了dso dpo dsi 那么就来衡量apr跟eventray的周转效率啊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nonnet noncurrent asset 就是长期的固定资产的net的固定资产呢 我们看一下固定资产的什么utilization 就是它的使用率多少 那么同时我们也要看一些固定资产跟什么 跟ram有之间的关系 那么大家注意到这一点就是kpi 它一定是跨维度的 它一定是跨维度的啊 如果你在一个时间的空间上再延伸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放到一个趋势上 那又在时间的维度上 你可以跟自己进行比较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说 分析师分析师他在kpi的基础上他走的就更远 他叫key performance什么driver 那么这个d就是代表driver的意思 那么什么是driver driver就是真正的activity啊 如果说公司的revenue 公司的revenue是由number of customer 引起的话 那么我们来获取更多客户呢 我们再把它breakdown到activity上 就是作为销售人员 你make多少customer phone call 啊有多少repeat customer啊 是通过你销售的follow up 来完成的啊 product的质量控制 还有on time的deliver是多少 那么大家能看到的 我们从这个ma的数据 到analyst数据的转换就是怎么样 越来越细的 越来越跟operation怎么样紧密的结合到一起 啊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的一块 labor cost per unit 那他这个是一个跨时工的kpi 那么到了kpi driver的时候 你就直接来衡量什么labor的efficiency是多少 那么labor的efficiency的计算是怎么计算的啊 你比如说你可以通过一些考勤率啊 还有一些啊 这个这个这个在车间里的啊 来衡量啊 一个labor take多少机器啊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waiter take多少啊 这个customer啊 都是efficient的计算啊 那么这些activity 还有material quality 就你进货的质量啊 还有electricity usage啊 还有这个缺勤率 那么所有这些大发大家发现啊 这个k performance driver 他更多的介入到什么运营啊 我们说ma已经进入到运营了 而analyst他跟运营的结合就更紧密了 那么再看一下working capital dso直接就是运营的credit control dpo呢直接就是什么inventory的管理啊 dsi day sales inventory的管理啊dpo 我们说是这个percurement的policy 啊 那么再往下就fix asset的utilization 直接就是asset的percentage的idle time啊 还有就是fix asset 如果直接反映到运营的driver就是fix asset的efficiency啊 那么我们从这几个方面能够更好去了解什么是key reduct indicator什么是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什么是key performance driver啊 这就是说你越是年薪高越跟运营的结合程度越紧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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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